作为厦门大学百年校庆 倒计时30天活动之一 今天上午 厦门大学百年校实展正式开展 厦门大学百年校实展位于厦门大学的发祥地群贤楼 由一个主展厅和六个专题展厅组成 从下大的校训 校徽 校哥说起 百年校实展集中展示了学校百年发展历程中的重要节点 重要事件和重要成果 描绘了厦门大学一个世纪以来 教育报国力得数人的宏伟画卷 也充分体现了学校与中国共产党同向同行 不断发展壮大的历程 我们收集到了500多件的食物 这500多件的食物当中 我们又进行了精挑细选 比如说夏大建校初期的加根瓦 我们的各个历史时期的徽章 也有最早的斯明校区这一块的地契 等等这样一些反映厦门大学建校初期的最宝贵的历史物件 2006年厦门大学85周年校庆之际 厦门大学校市展开展 学校方面表示 校市展自建成以来 每年接待参观者超30万人次 成为我国高校中人流量最多的展览 2019年底 厦门大学对校市展进行重新布展 重新回顾梳理厦门大学百年校史 并将厦门大学校训等进行进一步解读与演绎 而在风格和形式的呈现上 百年校市展则充分运用了加根建筑 下大栏 加根红等厦门大学视觉元素 并利用信息技术设置了灯光秀 影片触摸平等 提升参观体验 结合我们建筑的特点 通过一个光影展示 来反映厦门大学百年历程当中 所凝练的爱国 革命 自强 科学的四种精神 本台记者报道